我们追随阿森纳 到陆地的尽头 到大海的起点 为了枪迷们 我精心准备 今天要分析的比赛是爱美丽翻车现场 sorry啦 那 那我继续啦 what's up people 感谢神奇的算法 让我们再一次相遇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大田收音超 我是大田 红军传奇卡拉格说 他应该是本赛季英超的最佳主教练 大神乔纳森·威尔逊 专门写文章赞扬他的指导思路 完美结合了对球场宽度的利用 和后排插上增加冲击力的两大趋势 战术鬼才贝尔萨曾经评价道 他的球队踢球的方式 是贝尔萨自己曾经试图打造 却失败了的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哪位名帅 哪个也不是 这个前几年还名不见经传的他 其实是本赛季率领升班马谢飞连 获得亮眼成绩 目前暂居第七名 仍在向欧战发起冲击的克里斯·怀尔德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 谢飞连和他们近几年的升级之路 再来解析一下 怀尔德教练独特的三后卫体系 和新奇的overlapping centerbacks 所谓叠加中后卫套边插上的战术 最后再看看实战中 他和他的大刀队怎么在主场1比0 把爱美丽制下的枪手们打得没脾气的 说起英国工业重镇 钢铁和冶金之都 谢飞尔德当地的足球俱乐部 可能好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把谢飞连和谢周三 哪家是哪家搞清楚呢 而部分中国球迷对谢飞连的认识 或许还是因为 在国内的职业联赛历史上 短暂停留的成都谢飞连 以及英国谢飞连的几大中国民宿 郝海东 李铁 孙继海 就是这支 在整个英超时代都没有太大存在感的球队 还经过了一番沙特王子阿卜杜拉 和前老板麦凯布股权争斗的闹剧 终于最近在三年之内升两级 去年回归到了扩别十余年的英格兰足球顶级联赛之列 而这一切的手工之臣 当然就是大刀死中 球员生涯两次效力于谢飞连的克里斯·怀尔德教练 正是他在16年5月接手球队之后 进行了一场战术的革新 甚至可以说是革命 开发出了一套独特的三后卫体系 并凭借着这套体系 在俱乐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 率领家乡球队 在16-17赛季 收获100分 拿到英甲冠军 升入英冠 又在18-19赛季令人信服地取得英冠第二名 直接冲超成功 同时 克里斯·怀尔德本人 也成为了媒体和同行们 推崇备制的英格兰土帅代表 并在去年力压一众名帅 获得联赛教练协会最佳教练大奖 本赛季的英超开战之前 即使许多评论人士和足球观察员 已经对谢飞连的体系有所研究 但是在强调压迫 控球和空间利用的哲学 大行其道的当今足坛 华尔德教练这套心意十足的 叠加中后卫套边插上 又结合了传统英式足球 重视身体和力量特点的战术 就像是一股泥石流 大部分人 包括我自己 可能更多的都是抱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想先瞧瞧谢飞连能否保急 或者说在英超站稳脚跟 毕竟球队的主体 还是征战低级别联赛的框架 许多主力 甚至是跟随华尔德教练 从英甲升上来的 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不能说是大跌眼镜吧 但也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华尔德教练之下的谢飞连 目前少赛一场 距离欧冠区第四名的切尔西 仅相差五分 甚至还有希望获得下赛季欧冠的资格 那究竟大刀队这套三后卫体系 是如何运转的呢 让我们来解析一下 我给本期视频取的标题 攻击型中后卫战术 有点博眼球之嫌 但也不是天马行空的随意发挥 德国族球皇帝贝肯鲍尔 在60年代末的时候 就在场上开展自我实验 尝试踢一个进攻型轻道夫 或者说自由人的角色了 而到了1970年代 那个足球技战术百家争鸣的发展时期 西德足球代表的自由人战术 也正在和荷兰足球 全攻全守体系全面竞争 大家都知道 在足球比赛当中 当中后卫在后场拿球向前的时候 可能是场面上少有的 不会受到对方压迫和逼抢的时刻了 这就给中后卫出球 甚至压上组织参与进攻预留了时间 这也是自由人战术 存在运行的理由和客观基础 所以进攻型中后卫 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在当下的足坛 像华尔德教练之下的谢飞联 系统性的安排中后卫套边插上 那可绝对称得上是大胆创新了 直接复制到英超的比赛环境 和对抗强度当中 甚至还有点激进 所以我们看到了 相比于之前在英冠中的战术体系 华尔德教练撤下了10号卫 而选择再增加一名中场 提供防守的厚度 这样证明中场中间和防守中间 在主场和阿森纳的比赛中 分别是16号诺伍德和12号伊根 就成为了中后场的锚点 其他球员的交叉换位 都是围绕他们两个人进行的 在阵地进攻或者向前推进 阵型整体压上的时候 一位内切 中后位就可以从一位身侧套边插上 寻球配合 积极跑动 拉开空档 或者直接拿球下底传中 而中前位也会顺势补位 占据中后位留下的空位 随时准备防守 或者阻断对手的反击 这便是怀尔德教练新奇的 Overlapping Centerbacks 所谓叠加中后位套边插上的战术 可能又有小伙伴有疑问了 好好的中后位 站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 为什么要安排他们那么靠上的参与进攻 当然 比如怀尔德教练制下大刀队的三后位 也可以按正常的三线配置 352的阵型向前推进 中前位参与进攻 一位套边传中 这种安排也存在 比赛中也会这么打 但是中后位套边插上的话 显然就是在这个档次上又提升了境界 在持球进攻中 当对手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前位和一位身上的时候 从后排给本队的进攻又增加了一层变化 从而让对手感到措手不及 再结合瓜帅20区体系和站位踢法的理论 想要充分利用场上的空间 尤其是球场宽度 想要在对方的后场不断进行压迫 说白了 你就要上人 你就要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 而一位内切 中后位套边正是怀尔德教练采用的方式 类比一下 瓜帅在曼城的体系所采取的方式是 边风拉边 中前位进入半区 以再进攻一线形成五分组合 说白了 两名主帅的思路殊途同归 而且 身材雄伟高大的中后位冲刺起来 向着你奔跑 相比于通常身材相对矮小的意味 想象一下那画面还真有点可怕呢 大刀队的防守就没有太特别之处了 基本上就是按照532 一个比较密集的防守体系运行 但是同样 得益于中后场相对固定的两个锚点 一名中场中间和一名防守中间的存在 全队的移动 自然而然的 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 还是以这两个人的位置为基准进行 比如纵向上 从游拱转手的瞬间 到落入阵地防守 三线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相应 保持得很好 站位体系的弹性极佳 而横向上 随着对手由一侧向另一侧的转移 球员位置整体随之横向移动 像一张大网一样 照住对手的进攻组织 与此同时 华尔德教练这套倾向于立足防守的体系 不代表谢飞联就没有前场的压迫 面对后场拿球出球 没有那么稳当的球队 两名浮动的中前卫和两名翼卫 随时可以加入双前锋 形成三个人 甚至四个人的组合 以给予对手后场球员高位的逼抢 于是我们看到了 在主场和阿斯纳的比赛中 一开场 大刀队就敢于压上进行高位压迫 这个瞬间 除了两名前锋穆赛特和迈格德里克 组成防守第一线之外 两名中前卫的位置也非常靠上 而阿斯纳打到左边路之后 右边一位巴尔多克迅速跟上 不给阿斯纳的拿球队员喘息的机会 克拉西纳茨只能中距离传球 想找萨卡 注意这个时候 后排冲上来拦截的不是别人 正是谢菲连的右中位 六号巴沙姆 他已经来到了通常是边后位 或者边前位才会出现的位置上 怀尔德教练中后位插上的思路 在大刀队这个仕途 有手转攻的瞬间 就已经有所体现了 阿斯纳不得已 只能回传给门将 莱诺无奈 也只得大脚出球 让奥康奈尔叠加上来了 插上 传中 质量一般 不过我们看到 大进区里 谢菲连有五个点投入了进攻 两名前锋 两名浮动的中前位 再加上右翼位 阿斯纳解位不利索 被谢菲连在右边拿到戒外球 重新组织 暂停一下 我们看到了 右中位巴沙姆 已经压过半场 而中场中间 诺伍德暂时性的回到后场 不到了右中位的位置 戒外球再发出来 虽然这一波进攻 没创造出什么威胁 但是从巴沙姆的站位和跑动 你能一眼看出来 他是那个右中位吗 谢菲连再转移到左路 这一次 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也正是这一次 再来看几个有意思的数据 以佐证为什么我说 这套心意十足的战术 又结合了传统英式足球的特点 首先根据一份 非官方不完整的统计 本赛季谢菲连球队的 平均身高是1.824米 位列英超第五高 而本赛季谢菲连 一共丢了25球 仅次于利物浦的21球 同时进球数只有30个 说华尔德教练的体系 立足于防守 也是恰如其分 在比赛中 大刀队场均76次长传 位列所有球队第一 场均传中24次 和利物浦并列第二 仅次于曼城的26次 而且这是在场均短传次数 只有324次 排名英超倒数第四的基础之上 进攻三路的占比 从中路渗透的比例 只有19% 英超最少 而左右两路 分别有39%和42% 最后来看看取得领先之后 谢菲连防守体系的表现 这里一个典型的532站位 随着阿森纳由右路向左路的传导 我们可以看到 大刀队整个防守体系重心的转移 也随之向左侧倾斜 再看阿森纳的进攻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聊了聊 华尔德教练率领下 谢菲连的升级之路 并重点解析了 大刀队奇特的三后卫体系 又欣赏了华尔德教练独树一致的 Overlapping Centerbacks的战术 在实战中的威力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说英超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 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